长鼻猴24小时惊枪不到 鼻子越长老婆越多 它们为何如此奇葩 在我们的印象中 灵长类动物都有着与人类极其相似的行为和长相 然而在东南亚地区 却生存着一种奇特的猴子 它们的脸上长着大大的鼻子 看上去十分滑稽 那么它们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长相 难道大大的鼻子对于它们来说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在东南亚有一个十分冷门的国家 叫做加里曼丹 这个国家中有一片热带雨林 其中生存着不少野生动物 我们今天所讲的主人公正是其中的一种 它们的名字与长相十分配套 叫做长鼻猴 为了搞清楚鼻子对于它们来说的意义 研究人员特地做出了详细的研究 然而结果却让大家十分疑惑 因为对于长鼻猴来说 硕大的鼻子并不会给它们的生活提供便利 甚至影响到了它们近视 按理来说 这种没用的器官在进化过程中应该早就被淘汰了 然而长鼻猴的鼻子不仅没有逐渐退化 反而越长越大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后续的研究中 专家们发现了一个十分神奇的现象 在长鼻猴种群中 一般鼻子比较大的都是雄性 并且鼻子越大 它们身边围绕的异性就越多 也就是说 鼻子的大小似乎影响着长鼻猴对配偶的选择 只有鼻子越大的个体 才能够与更多的异性进行交配 也就是说 鼻子是长鼻猴独特的性选择 如果它们想要在群体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拥有最大的鼻子 长鼻猴24小时惊枪不到 鼻子越长老婆越多 它们为何如此奇葩 对于长鼻猴来说 拥有配偶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毕竟它们作为群居动物 每只雄性个体都有着一个当猴王的梦想 然而长鼻猴的奇葩之处在此时又体现出来了 让专家们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想要成为种群中的领导者 必须拥有的能力 竟然是让自己的生殖器24小时处在充血的状态 只有这样才会被其他个体认可 一旦它们的生殖器无法继续保持充血状态 就随时有可能被其他雄性赶下猴王的位置 这样看来 长鼻猴种群中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 更重要的是 人们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它们为什么会这样 或许只是出于生物最本能的习惯 想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相信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长鼻猴的奇葩之处远远不止于此 作为灵长类动物 它们竟然拥有着反除的能力 这是因为在长鼻猴的进化过程中 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多长了一个位 能够僵持下去的食物重新进行反除 也正是因为这样 长鼻猴通常都会挺着大肚子的活动 这是因为对于它们来说 树叶等植物是它们平时的主要食物 由于营养价值并不高 所以需要吃很多来维持活动所需 再加上无法及时消化 就会让树叶长时间地待在肚子中 给人们一种它们天生就是大肚子的错作 如此奇特的长鼻猴 如今却面临着兵威的风险 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长鼻猴与其他群聚动物一样 种群中的领导者 都会把对自己产生威胁的个体赶走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而那些被赶走的雄性大多比较年幼 在自然界中生存难免会遇到许多的威胁 这样一来 就大大降低了幼崽的成活力 更重要的是 长鼻猴的繁殖速度并不快 每年大概只能生下一胎幼崽 并且每胎幼崽只有一只 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长鼻猴的繁衍速度 导致它们的种群数量很难大幅度增加 更重要的是 那些被赶出族群的个体为了生存下去 会自发地组成一个只有雄性的种群 然而这并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为了繁衍后代 它们不得不再拥有了实力以后 对其他种群中的猴王发起抗战 然而在战斗中 失败的一方也会落得非死即伤的下场 这样看来 长鼻猴变得宾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除此之外 造成物种并为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离不开人类行为的推波助澜 由于人们对土地的开放 导致自然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长鼻猴的生存环境也因此越来越恶劣 甚至还有人对它们进行大肆捕杀 才造成了长鼻猴如今艰难的生存现状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